第四章 預言有人離棄真道 聖靈明說 在後來的時候 必有人離棄真道 聽從那引有人的邪靈 和鬼魔的道理 這是因為說方之人的假冒 這等人的良心 如同被熱鐵落慣了一般 他們禁止嫁娶 又禁戒食物 就是上帝所做 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 感謝著領受的 凡上帝所做的物 都是好的 若感謝著領受 就沒有一樣可棄的 都因上帝的道 和人的祈求成為聖結了 勸提摩泰作信徒的榜樣 你若將這些事提醒弟兄們 便是基督耶穌的好執事 在真道的話語 和你向來所服從的善道上 得了教育 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 和老虎荒妙的話 在敬虔上操練自己 操練身體 益處還少 唯獨敬虔 凡事都有益處 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 這話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我們勞苦努力 正是為此 因我們的指望 在乎永生的上帝 他是萬人的救主 更是信徒的救主 這些事 你要吩咐人 也要教導人 不可叫人少看你年輕 總要在言語 行為 愛心 信心 清潔上 都作信徒的榜樣 你要以孫讀 勸勉 教導為念 值等到我來 你不要興忽所得的恩賜 就是從前 藉著預言 在眾長老按手的時候 賜給你的 這些事 你要恩勤去作 並要在此專心 使眾人看出你的掌進來 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 要在這些事上行心 因為這樣行 又能夠自己 又能夠聽你的人 請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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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可 請問他們 情缺 詞 可以讓他們